二级魂导师 坏了 上了钱多多这个老东西的当 这个霍宇昊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院长 那我们再把霍宇昊要回来 二年级升级考核不是在斗兽厂了 为什么要我们来斗魂场集合 斗魂场场地功能切换 在场人员请于平台中央集合 这就是斗兽厂吗 好大 好红尾 你们看 黄色极致的铁闸里 关的都是百年魂兽 千年魂兽关在紫色极致的铁闸里 据说我们学院还养了几个万年魂兽 周老师说过 升级考核就在这里进行 我们需要和这些魂兽对战 和年份越高的魂兽战斗并取得胜利 我们的分数也就越高了 就凭你那十年魂环吗 来 你看那个 戴华兵 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吗 我戴华兵说的话 从来没有不算数的时候 好 刚好可以让在场的人都做个见证 我们双方三人升级考核积分相加 哪一方第一 就向对方磕头认错 磕头认错 考核完了 我就在这里等着 既然你想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 那我就成全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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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师 那个人长得好凶奇特 他是谁啊 他是斗兽场的负责人 龚长龙 人称兽王 是九十二级的封号斗罗 封号斗罗 兽王脾气古怪 这回恐怕是一时兴起 就跑来做你们升级考核的监考老师了 去吧 语昊 你第一个上场 有一班先派出考核学员 二班的考核学员准备 老师好 嗯 他是怎么在八个月内 就成为二级昏导师的 这个孩子究竟有什么秘密 魂兽有一百年到一千年的 啊 我选一百年魂兽 胆小鬼 选最低修为的一百年魂兽 凭这还想赢过我们 不对劲 他想搞什么鬼 来兽龙 大多数一年级学生 都没有独自于魂兽战斗的经历 尽管这只是一套一百年修为的风铃狼 可这一出场 就让这些学生 坚持到了他的速度之快 而且 速度真是他的能力之一 第二回忌 两个十万鸟环 十万年兵闭西 不对 应该是个有趣的技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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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艘 是怎么让冰冰西 散发出十万年回收气息 三爪居然有这样的大招 他还真是闯人热啊 钱多多真的狂我了 哇塞 这小子 你不是想让那个小子给你磕头认错吗 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用你的灵萌第二环境模拟 将自己的魂环模拟成一头十万年色 下探这些低等级的魂兽们 不战而屈人之兵 十万年魂环也能模拟 第二环境模拟 通过精神波动扭曲空间 将自身模拟成各种形态 绝意改变魂环颜色 也是魔女技能的一种附加能力 就像是一般风鸿鸟也变不出来 我们冰残一族 站立一下 要不是靠 可是靠着一手绝火保命 怎么在击被绝地混 当初你就是靠这一招 模拟出雪女气息的吧 连我都被骗了 糟了 天梦哥 你可害惨我了 这家伙看起来就不好转 以后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小子搞什么鬼 我们先解决学生们等着考核的问题 他的事待会儿再说 这小子的十万年魂环 把斗兽场里的魂兽全下滩了 这些魂兽没有个两天都缓不过来 今天没法考核了 您情况特殊 一年级的升级考核 今天不再进行 这不可能 怎么可能 这不是真的 你跟我来 你跟我来